今天给兄弟姐妹们分享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家常下饭菜,莴笋炒肉片 我家已经连吃好几天了,这真的是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一道菜 莴笋切成薄片,然后再准备一点新鲜的前腿肉,肥瘦分开切 蒜片,小米辣,还有葱段 锅里面少放点油,润润锅,然后再把肥肉部分放进来炒出油汁 接着下入瘦肉部分,炒至断生 哪怕是不起眼的青菜,只要你稍微花一点心思,放点新鲜的肉片炒 那个味道真的马上不一样 蒜片跟小米辣爆炒出香味之后,下入窩笋片 然后开着大火,快速的爆炒出锅气 炒至五成熟,加入盐,生抽,还有松鲜鲜调味 继续翻炒均匀,出锅之前加入葱段 不喜欢吃葱的也可以不放 窩笋千万不要炒得太烂,差不多七成熟的时候 这个口感我觉得就是最好的,稍微带点脆脆的 好吃又简单的家常菜,你们也试试看吧 视频最后是为了方便你们抄作业